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紀元專題部記者徐一陽採訪報導 蔡奇發通知文件遭遇尷尬局面 近日 中共媒體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蔡奇領導的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一份 給全體中共黨員的通知 未同步出現在中共中央政府網站的 中央有關文件中 搜索也無結果 引發外界對蔡奇與習近平關係的關注 4月8日 人民網 人民日報等黨媒發表專題文章稱 近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了 關於在全黨開展黨籍學習教育的通知 簡稱通知 該文介紹了此通知的主要內容 但蹊蹺的是 目前在中共中央政府網站 中央有關文件中 不見該通知的全文 搜索也無結果 過去要求中共全體黨員的學習通知 都會刊登在中共中央政府網站的中央有關文件中 但這次蔡奇要求全體黨員學習的通知 並未見全文刊出 引起各方關注 從中共中央政府網站上中央有關文件下面羅列的文件看 其全文都是與相關新聞報導同步 黨媒在公開報導有某個文件或通知的同時 文件全文會同步刊發在中共中央政府網站 以便擴散和讓全體黨員學習 但如今 該通知並無同步全文 因這非官方保密文件 而且是公開給全體黨員的學習材料 蔡奇中央辦公廳的通知並無同步全文出現 這一情況有為常規 外界眾多評論分析認為 通知原文可能出現問題 而正在修改 或習近平與蔡奇關係有微妙變化 因蔡奇一直被外界視為中共實際上的二號人物 他主導的通知遭封殺 立即引起國際關注 只有習近平能叫停蔡奇 中共官媒通稿稱 中辦通知要求 自2024年4月至7月 中共全黨要開展所謂的黨籍學習教育 該通知聲稱要解決一些中共黨員和幹部 對黨歸黨籍不上心 不了解 不掌握等問題 並要求他們對黨籍學習入腦入心 文件還要求 中共各級黨委和黨組將開展黨籍學習教育 作為重要政治任務 並強調要做好宣傳工作 防止低級紅 高級黑 對於中共官媒通稿 被各大黨媒及地方政府網站轉載報導 而由蔡奇主導印發的通知全文 迄今在網絡上仍然檢索 不到這一尷尬局面 旅美時政分析人士陳破空表示 這是蔡奇近日接任中共中央黨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後 發布的首份通知文件 這一情況不同尋常 鑒於蔡奇目前在中共黨內的地位 能夠令其發布的文件被叫停的只能是習近平 4月10日 陳破空在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 蔡奇此次接任中共中央黨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可謂習近平罕見的讓權之舉 習近平從來不對任何人讓權 目前看來只對蔡奇如此 或許是因為習近平認為 蔡奇可信 對她忠誠 也可能是習近平如今大權獨懶 想要減輕些許負擔 還有一種 可能是習近平的身體狀況出現了問題 公開資料顯示 中共中央黨建工作領導小組 此前由習近平擔任組長 根據新華社4月3日的報導 當天蔡奇以中共中央黨的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身份 主持了會議 並發表了講話 蔡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中排名第五 位居習近平 李強 趙樂際 王滬寧之後 而在丁薛祥 李希之前 此外 蔡奇還兼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一的書記 以及有中共大內總管支撑的中央辦公廳主任 而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一職 在中共黨史上實屬罕見 陳破空表示 蔡奇在中共黨內位高權重 目前是僅次於習近平的掌握實權的人物 然而 他接任中央黨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一職後 發出的第一份文件就出現了尴尬的局面 這份文件迄今不見全文 只留下官媒的新聞報導 他認為 這並非蔡奇本人的決定 其他政治局常委也不敢下令 唯一可能下令阻擾的只能是習近平 陳破空說 很可能是文件中包含了敏感的內容 引起了習近平的不滿 文件提到一些黨員幹部對黨籍黨規不上心 不了解 不掌握 儘管這種情況在黨內普遍存在 但對於習近平而言 一切都只能唱好而不能唱衰 蔡奇卻在這份文件中自曝黨內醜聞 此外 儘管文件中強調不要低級紅 高級黑 但這一說法本身就頗具反諷意味 因此 習近平很可能對此感到震怒 蔡奇的前景會如何 陳破空認為 不排除蔡奇可能會出現 類似於中共軍委副主席何衛東的情況 今年中共兩會期間 何衛東在3月5日出席軍方代表團討論時 發表了關於打擊軍隊虛假作戰能力的言論 之後該言論被當局封禁 自3月9日 出席並主持了兩會軍方代表團第二次全體會議後 何衛東便在位公開露面 但陳破空也表示 考慮到習近平目前已無人可用 也無人可信 他不會撤銷蔡奇的職務 但這次讓蔡奇很難堪 一方面 習近平需要鞏固自己的權威 同時也要貶低部下 另一方面 他也要讓部下更加恐懼 更加效忠於自己 然而 對於蔡奇而言 在一黨專政 一人獨裁的體制下 身處實際上的二號人物蔡奇的位置 對習近平極為不利 因二號人物可能引起一號人物的猜忌 蔡奇看似享有至高無上的榮耀 但卻也要承擔無上的風險 因為獨裁者總是多疑 因此 習近平在任何時候都可能對蔡奇抱有懷疑 陳破空說 可以說 在這種人質的社會下 蔡奇的命運絕不會比劉少奇 林彪或王洪文好到哪裡 所以他現在的風險很大 如果他了解一些歷史 了解一些人性的話 他應該是戰戰兢兢 成皇成恐 如履薄冰 習蔡二人隨時可能翻臉 陳破空還表示 無論蔡奇對習近平的忠誠是真是假 但絕對的忠誠並不存在 當習近平處於絕對權力地位時 蔡奇所表現出的忠誠可能是真實的或者接近於真實 也可能是出於恐懼而表現出的忠誠 而一旦習近平的地位稍有動搖 蔡奇必定會打他自己的算盤 採取相應的行動以保全自身的地位和權勢 因此 在這種情況下 蔡奇和習近平之間必然會發生矛盾 這種矛盾是主觀上有心也好 還是客觀上形成的效果也好 它都會發生 陳破空說 他還表示 獨裁者年歲月長就越容易懷疑他人 到了那時就要整人 整人才能立位 如果二號人物掌握了實質權力 真正能發號施令的時候 習近平的內心就會很不安 因此 蔡奇這次剛剛發布了一份文件 就被叫停 這表明 習近平一直在密切關注他的動向 也就是說 習 蔡之主仆二人隨時都可能翻臉 隨時都可能出狀況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麗參 含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使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麗參 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又有參曬參 白參 紅參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參口服液以100%韓國優質6年高麗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東一寶建 記載的九爭九鋪方法 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麗人參含有34種人參灶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 人參灶代 RARF RG3 RH2為高麗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爭九鋪製作後的黑參 灶火兴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吃高麗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灶代 RG3的含量比紅參高八倍 人體對玄寶黑參中的人參灶代的吸收率高達80%以上 是紅參的6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